还不错的 可以啊 钓鱼随时 看一下这个院子啊 现在弄 这个是淘罐 那个等一下要浇水 那个是淘罐 对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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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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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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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会爬疼的 他就沿着这个爬上去 哈喽 朋友们好 我是老兵 今天又过去帮了一个别墅的院子种了一些花 这个院子大概加起来也就十几个品种了十几个品种的花围 没种之前啊 看起来是挺荒凉的 现在简单的 其实就是很多院子啊 我们这里很多院子都是这样的 三到四棵大树 然后再加一些球形 再加一些开花类的 再加一些那个开花香的 就这样子简单一搭配啊 还加一些那个攀藤的 其实看着还是挺舒服的 这一排是米兰 一般的院子都是这样啊 有两三棵大树 衬托 然后下面就种这些 或者球形啊 龙虚啊 茶花 这种陶罐 做个小造型 就这样看着就挺舒服的 就这样看着就挺舒服的 拿这个总来为脸座哦 比为蓝好用哦 我上面全是种佛家草的吗 种好要统一浇水了 这个山脚蛮有点缺水 这里面都是佛家草啊 这个就是佛家草 其实我觉得啊 不管是在那个城市里还是农村啊 就这样子简单的花点心思来装装点一下那个院子啊 这样子看着也会舒服一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老地视频的朋友就点一下关注啊 下期见了 拜拜 好看什么